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学习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scruby里面的item的定义 item就是这个地方item的py item的py前面我给大家提过 它是干什么呢 我们可以在其中定义好 那些我们预先需要去跑的那些字段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爬 在这个腾讯照片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要爬title 要爬position 要爬pummit date 我们可以提前把这些字段 在我们item里面先定义好 那比如说我们要爬title 那么就可以在里面写title 可以这样写 那么还要爬position 我们可以在这先定义好 然后呢还要爬pummit date 我们都可以在这定义好 定义好之后呢 我们后续在HR里面用好的时候呢 就能直接拿去用了 我们可以不干什么呢 不在这个地方再去定义一个字典了 而是用什么呢 用刚刚在item里面定的 item这样的对象了 那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问题 首先看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类对不对 它继承自scrappeditem 那scrappeditem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圆码 它是这样一个item 继承自digititem对不对 digititem又继承自谁呀 继承自它跟baseitem baseitem看的是不是很眼熟呀 前面我们说 要的它只能要的几种类型的数据 其中是不是就有一个是baseitem呀 那说明什么呢 这个baseitem就是我们在这里 item在p1里面定义的这样一个item对象 对不对 那问题又来了 这个baseitem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getitem就是这个样子 有这样一些方法 有getitem 还有setitem这个方法 这是什么方法呢 getitem setitem这个方法 它是一个模式方法 我们在一个内里面定义它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应的 往这些属性 使用funktion的方式 对它进行取值和复值了 这个使用是不是和我们字典 一模一样的呀 我们字典是不是也是 通过funktion来取值和复值呀 所以我们digititem呢 也是一样可以通过 字典的显示取值复值 看这个地方有这样一行注释 avoid creating dict for most common case 避免在大多数情况下 都去创建字典 为什么要在避免 在大多数情况下 都创建字典呢 我们定义一个 这样一个 和我们字典很像的 这样一个内 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 好处就在于 首先第一点 我们在这里定义好 这个字段之后呢 大家看到我们后面 用scrubby field 在它占了一个位置 它并不代表它有真正的值 而只是占了一个位置 占了一个位置之后呢 我们最终在用它的时候呢 可以往tittle里面进行复值 而且必须是直往tittle里面复值 如果说我们在这里定义的title 我们后面没有用 没有关系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在后面 用了一个在这里没有定义的字段 它立马就会报错 什么效果呢 比如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个tittle 我们前面定义了 对不对 我写个tittle1 这个tittle1是不是没有定义啊 没有定义的话呢 我们重新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错了哈 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没有把这个item拿过来用 对不对 那么下面呢 我们这里item不能直接定义个字典 我们要用一下 刚刚我们在这里定义的这个item的 py里面的这样一个tent item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首先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要把它拿过去用 怎么拿过去用呢 怎么导入呀 from什么呀 直接能够fromitem导入吗 fromspidersitem 肯定也不行呀 spiders下面没有item呀 对不对 绝对路径 怎么导入 绝对路径 from什么呀 我们在结论路径的这种方式下 观察如果导入 是要根据什么来判断的呀 是不是我们在哪个项目 在哪个目录下执行程序来判断的呀 我们在哪个目录下执行程序啊 在kulu下面执行的吗 在tent下面执行的 对不对 在他下面执行的 对吧 那我们要导入item下面的用选 怎么导入呀 fromtent怎么样 点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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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tent的 pyrcharm提示我们tent的就是tent的嘛 pyrcharm是个傻逼知道吗 他不懂知道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打开这个code的这个文件 所以pyrcharm以为code的这个文件呢 是我们的项目文件 明白吗 他以为这是我们项目文件 他以为我们会在这个code下面执行程序 其实并不是 我们是在他下面执行程序 所以这个地方 scrappy 或者说这个地方 pyrcharm呢 pycharm呢 提供 pycharm它 在这里提供我们 要我们导入tent的下面 tent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以为我们在他下面执行 但是现在我们真正是在他下面执行 所以他下面呢 我们相当于这个地方写的这个tentent呢 实际上指的是这个tentent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这个目录下执行的程序 明白吗 而他下面直接怎么样 是不是直接点items就可以了呀 所以大家不要管 这右边好像爆红了 再加在程序里面好像 有什么红色的波浪线 这是正常的 并不代表它导入不了 而是我们pycharm不清楚 我们当时在哪个目录下执行程序 明白吗 所以说爆红啊 很正常 我们只需要在中端里面跑一下 我们的程序就可以了 我看到很多同学喜欢在这个地方 中端里面执行 这叫中端吗 对吧 这不是中端 对不对 我们的中端呢 就是指的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这个中端 对不对 指的是这个中端 所以大家后续执行程序呢 再去这个中端里面执行 不然的话呢 大家离开的pycharm呢 都不会写程序了 对吧 这肯定也不好 from x里面 input了什么呢 input了我们刚定义的 这个tententitems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导入呀 导入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来实例化一下它 现在呢 我们实例化它 就是这样打个pycharm就实例化了 对不对 我们前面讲嘛 这个items 它我们今天很像 是不是就通过方块的方式 复制和取值呀 所以我们复制的时候呢 就这样来复制的 但这里大家需要注意到 为了刚刚呢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什么效果呢 我们在items的pycharm里面 是没有定义tittle1的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了tittle1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些没有定义的字段 我们用它会怎么样呢 重新跑一面程序 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 这里直接爆错了 我们看一下爆错的内容 tencentitem does not support field tittle1 tencent这个item对象呢 不支持tittle1这样的字段 对不对 为什么不支持tittle1字段呢 因为在里面没有定义 那说明什么呢 只有在items的py里面 这个内容里面定义好的字段 我们才能在别的地方去用 如果它没有定义好了 我们是不能用的 明白吗 就这个样子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好处就是 第一点 我们别人 或者我们自己 看我们这个程序的时候呢 看我们scribe的程序的时候呢 通过直接看items的py 就能够看出来 当前我们要爬哪些字段 那么同时呢 也能够怎么样呢 防止我们手抖手误 把这个字段门给写错了 如果一不小心 我们写这个title 把这个e改成了a 那后来跑到数据 我们是不是都成了这个样子呀 对吧 所以说假设我们 在我们的items先定义好 那这个地方用的时候呢 就有更小的可能性 手抖手误 把这个程序写错了 对不对 明白吗 当然这个地方呢 当然这样写的更麻烦一些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明明自己定一个字典 就可以完事的事情 为什么还需要 非要在这个地方 定一个items呢 对不对 但是定一个items也是有好处的 对吧 所以说呢 大家后续也是建议大家 去先定一个item 定好之后呢 在后面用这个item 来做这个后面的事情 那后面的所有操作呢 都是我们使用一个字典操作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内容 我们把它改成这个item之后呢 重新跑一遍程序 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 这个地方的position 是不是也没有呀 positl1 我写错了吗 positl1 写错了 这个地方大家想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 在positl1 这个地方 我们insert了一个item 大家觉得它能够插进去吗 item是个什么呀 是字典吗 不是字典对不对 是不是不是字典呀 这个地方直接报错 tencentitem.notesportfile的缸ID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这里是用的mangoDB 对不对 mangoDB能插入什么数据呀 是不是只能插一个字典呀 但现在我们用的是什么呀 一个tencentitem这样的对象 对不对 它虽然说我们前面讲的很像一个字典 但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字典 对不对 所以在这用它之前 我们是不是得给它转化成一个字典呀 怎么转化呀 digit就可以转化了 非常简单 强制的先转化 就是一码转化这个字典了 所以后面就可以直接用了 这地方网速比较慢 对吧 但这个地方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需要这样做 所以这是我们使用 这个item的时候呢 需要稍微偶尔注意的一个地方 那除了这个地方可以叫用之外的 还可以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看见 这个items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tencentitem这样的类呀 那么我们如果说 在packer里面要用这个tencentitem 怎么用呀 是不是from和之前一样的 tencent.items.import tencentitem呀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记 对item进行判断 if its instance item 用过这个方式吗 这个方法吗 如果它属于tencentitem 我们下面就做什么样的事情 否则的话什么不做 这个地方大家能理解的在干什么吗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item里面定义多个 这地方没有问题啊 我们可以在item里面定义多个什么呢 定义多个item内 然后呢 在不同的pattum里面呢 我们实力化不同的这个item 对应的 我们在我们的pattum里面 是不是也可以区分出来 我们当心这个item 到底是来自于哪个item的呀 来自于哪个pattum的对不对 因为通过这种方式 是不是就可以识别出来了呀 我们定一个jindom这个pattum 爬京东这个页面 那么items呢 我们写个gditem 那么再定一个什么 样法性的item对不对 那到时候样法性的pattum 我们就用样法性的item 那么在pattum里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出来了 对不对 到底当前这个item来自于 是哪个item 我们是不是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呀 那判断之后 后面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不同的这种处理了 京东的进行京东的处理 样法性的进行样法性的处理 是不是可以这个样子呀 这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item这个地方 在这里呢 我们把后面这个地方注视一下 那之前的时候呢 在其他边上 经常我们在之前代码上做一些修改 这些修改呢 可能只是为了给大家演这些东西 可能这个修改不是合法的 对吧 结果大家 有的同学呢 直接拿着我代码去跑 发现爆速了 他就说 哎呀 跟老师代码都写错了 发过来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也是很无语的 那么刚刚给大家讲的是这个 关于item的使用 对吧 那么item使用这个地方呢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可以在item的py里面 定义这样的类 定义好之后呢 在别的地方导入之后 就可以用了 那么定一个类之后呢 我普遍这个类的计算字 scruby.item这个类 对不对 然后呢 里面呢 我们可以使用scruby.field 去预先 相当于定义好 哪些字段我们要爬去 然后scruby.field呢 只是在这里站那个位置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通过这样一个案例 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items 以及之前呢 我们所说的 发送请求 该如何去使用它 我们要爬到页面呢 爬到网站呢 是这样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URL地址 这个样子的 我们打开去看一下 这个网站呢 在这里 对吧 然后首先呢 我们也是一样 要写这样的爬中 首先得创建项目 创建爬中 创建爬中之后呢 是不是scruby.field 要把它作为这个URL地址呀 但是能把它作为 直接作为URL地址吗 scruby.field吗 还得看它里面 不好像是吧 我们想到数据 对不对 那怎么判断它里面帮我们 是否有没有想到数据呢 我们是不是也得抓包了 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对那响应这里 对不对 我们先看element 我们就用选择工具 选择一下 我们发现呢 这些数据呢 都是在这个tr里面的 发现没 是不是一个tr里面呀 那这个tr 好像没有什么class 它上面的fase呢 也没有什么class 或者id 对不对 这也没有什么class 或者id 接着往上找 这里呢 有一个class 对不对 可能你同学想 这个dme不是一个class吗 tr在dv下面吗 不在对不对 所以不能看它 但是它肯定是在这个下面 对不对 当我们把鼠标放上去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里有个线 对吧 表示的是这个内容 属于这个dv的 那么去搜一下 这个gruiframe 在里面是不是有的 我们发现呢 这里面是不是有呀 那么接着往下看 这个地方 这个dv结束了 对不对 这里有个table 在这结束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table 里面是不是就不想的数据 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这个样子 第一个dv 我们不看 第二个dv 第一个dv不看 第一个table也不看 是第二个table里面 对不对 下面有tb的 发现没 我们前面讲过 遇到tb的 我外小心 我外注意 对吧 那么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 table下面有个tr tr下面有个td td下面有个table table下面呢 好像就是 一个一个tr 看见了吗 是不是就是一个一个的tr啊 有td吗 有tb的吗 也没有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tb的往往在 u2t的对象里面 是没有的 对不对 所以说 遇到tb的的时候呢 就需要 额外的注意一下 留个心眼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在每个tr里面 数据是什么样子的呢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数据 就是在这几个td里面呀 那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 标题在哪呢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在这里面呀 在第二个td里面 对不对 这个a标签里面 是不是有标题呀 我们看一下这里 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第一个td是编号 对不对 第二个td 好像里面是一个a标签的 对吧 这里面呢 好像是有我们想象的 这个 是不是标题的呀 对不对 有标题对吧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那下面有什么呢 带出你 网友的名字 发体的日期 是不是都有的呀 看见没 那说明什么呢 我们想象的数据呢 其实在URG这个想象里面 都是有的 而且它什么呢 和我们的element很像 对不对 几乎是一样的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 重新状态 网友的名字 发体的日期 是不是都有的呀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 在TR这一块呢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startURG 可以把它作为 我们startURG 对吧 那它对那响应呢 是不是交给 plus暗示处理呀 那plus暗示处理之后 是不是能够提到 当前这一面上的内容呀 那么现在 我们写的程序 要爬什么呢 我们要爬当前这个URG 这个URG对的响应 还要爬什么呢 还要爬它页面里面的数据 页面里面什么数据呢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要爬 这个页面里面的呢 这样一个图片 还要爬内容 那对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 去够到请求呀 够到什么请求呢 够到这个URG 够到这个帖子的 详细的URG的请求 对不对 这是不是这个帖子 详细的URG纸呀 我们是不是要使用 scrap it 打下的R request 请求它呀 请求它之后 是不是才能到 这个页面去呀 明白吗 这个思路 这个思路清楚吗 把这当前这个页面上 数据全部拿到之后 我们是不是还在去下页呀 那下页的数据提议方式 是不是和当前数据提议方式 是一样的呀 第二页 数据提议方式 是不是和第一页一样的呀 都是列表页嘛 这个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只不过这个页面 是详细页 所以在详细页这个地方呢 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是不是应该 重新的构造一个解析方法呀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思路呢 就跟大家分析完了 那么大家下面 花五分钟时间 来读习续学习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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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